印度快报10月10日文章 原题中国如何减少贫困 对印度的歧视 上周世界银行发布了关于全球贫困的最新报告 报告指出 自2015年以来 由于增长放慢 减贫步伐也随之放缓 而疫情和战争则导致彻底的倒退 所以世界不太可能实现到2030年 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 按世行定义 每天生活费低于2.15美元的人 被认为处于极端贫困 2019年 全球约6.48亿人属于这种情况 根据世行数据 印度贫困人口最多 更糟糕的是 2020年生活在赤品中的印度人增加了5600万 据世行估计 2020年全球有7000万人陷入贫困 这意味着 疫情下全球每10个陷入贫困的人中 就有8个在印度 印度可向谁学习 过去如以来 有些人已承认 印度面临三个相当尖锐和日益严重的问题 失业 贫富差距和贫困 选举胜利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他们需要实际的政策解决方案 否则 印度的人口红利 将更像人口炸弹 但有一个国家 中国 人口规模与印度相当 还被全球工认为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 减轻了贫困 了解中国的做法 也许能为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线索 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 为方便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经验 士航和中国财政部在2019年进行一项研究 以了解中国取得了哪些成就 以及如何取得了这些成就 这项研究于今年早些时候公布 士航发现 从1978年到2019年 中国贫困人口从7.7亿降到550万 这意味着 中国在40年间平均每年让1900万人 摆脱极端贫困 这几乎占到这一时期 全就极端贫困人口减少的75% 2021年 中国宣布已消除极端贫困 自1978年以来 7.6亿人脱贫 并宣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数十年的进步 也反映在其他福利指标的大幅改善上 比如预计寿命从1978年的66岁 升至2019年的77岁 婴儿死亡率从1978年的千分之52 降到2019年的千分之6.8 1978年前 中国的教育成就已相对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但随着此后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 教育成就得到进一步提高 总的来看 40年来 中国在健康教育和收入方面的改善 可反映在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提升 从1990年的第106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85位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中国减平成功主要依靠两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 这由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支持 为穷人提供新的经济机会 提高了平均收入 改革从农业开始 在引入市场接力机制后 穷人只接受益于相关生产力的提高 这里需注意的一个关键点是 改革需逐步推进市航发现 中国在经济改革中采取的建计模式 体现在逐步放开农业和工业产品市场 对居民流动和城市化进行管理 以及国家在关键资产 所有权和资源分配中 比其他市场经济体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个支柱是政府持续减平的政策 它最初针对的是因地理环境和缺乏经济机会 而处于劣势的地区 后来重点关注各地的贫困家庭 其中包括针对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政策 比如社会援助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及其他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 中国的成功也离不开其他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效的治理 这是成功实施增长战略 以及不断发展的一套 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的关键 如世衡所说 中国未取得成果设立的制度 是由其具体环境决定的 比如中国很大 因此 务实方案不会一道歧 地方试验空间很大 且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程度很高 当然 为实现一致性 地方的试验受到强有力的监督和分择 中国也受益于改革开放时的一些有力条件 如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这位广泛认为 是人口在市场改革开始后 迅速从新的经济机会中获益的关键因素